今天我們來到農藥頭文物經 農藥頭文物經是政府在新界設立的第二條文物經 1999年12月4日正式開放 長達2.6公里 串連了多個文物建築 市民只需要花半天的時間 就可以領略粉領農藥頭一帶的傳統面貌和居民生活 好 來到現在 身處於粉領農藥頭文物經的其中一個打卡點 就是這個魯惠的地方 這裏是圍村 是屬於鄧氏族舖的圍村 鄧氏家族的圍村 現在我們站在這個地方 應該就是圍著他們的圍村 那一幅牆 即是魯惠 我們現在看到圍村的圍村 非常古色古香的建築物 但外面其實剛剛看到是一些很新的 可能新建好的一些屋 或者平房 兩層樓 甚至看到很多石牆 全部都是以前才有的建築特色 現在基本上是封在水泥內 還有這些關上的門 全部都是逐家逐戶黏在一起 有一個和諧的感覺 他們在拍攝超優惠的同事 我發現這條路 是很適合拍古裝 你看看這條 那條雨順 我們拍古裝票在這裡拍 很舒服的地方 我身後的就是 我也不知道在哪裡 很明顯看到剛剛的片段 和現在看出去的屋 甚至乎另外一邊 有一些新建的 真的有點像那套叫你的名字 一條線分開兩個世界的感覺 這個建築在全香港 只有這裡才有 我相信其他地方 可能以前都有 但是被保留下來的 應該只有這裡 所以值得進來一看 其實這裡正常情況下 都不可以這麼公開 這麼圈蛙地進來 所以如果來的 靜靜地來靜靜地走 變好了 這條路 身後這幅牆 就是剛剛我們在老衛裡面 另一面 其實我剛剛站在城牆上面 向完全望過去的那幅牆 沒錯 就是剛剛我們身後面的牆 其實我真的畏高 這群人在玩殘我 腳震了 好 剛剛說過這裡是龍藥頭文物境的其中一個點 全程如果要走完 大概兩個半小時左右 正常的速度 重領鄧公尺 因為現在是吃飯時間 我們不能進去 我們請而欲步 向天后廟進發 在這個鄧公尺旁邊 就是天后廟 旁邊就夾著剛剛我們看到的老衛 天后宮真的在鄧公尺和老衛中間 它的廟是1913年 整個世紀前的事 記得不要踩 其實很慣性 進來這些地方 都不敢大聲說話 所以我們默默欣賞一下 還有尊重敬重這裡的天后娘娘 這些是否以前會敲的鐘 現在我相信會比較少使用它 因為歷史文物這件事 經過了一定的時間洗禮 非常脆弱 盡量來到沒有多手 按上去便可以了 除完便可以了 除心便可以了 其實有時候出外交友 除了去逛街購買東西之外 其實真的可以選擇一些 可能新界區 比較遠離繁囂的地方 其實會有很多古蹟 文物 環境 令到你個人完全放鬆 所以我覺得 真的不要怕遠 寧願遠一點 去感受多些人結地靈的大自然 和前人流下來的歷史 這裏是民居的一部份 大家參觀的時候 記得要保持安靜 不要騷擾到他們 另外文物敬的完善古蹟 都不是全部對外開放的 而且開放的時間 有時都會改變 大家來之前記得查清楚 那